嗨,大家好,我是Hororover的Mob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拆裝B型架 B型架就是這個部分 如果你需要更換它的話,你只需要一個畫板 它基本上三個頭,或是畫板,或是用的櫃子 那拆裝這個工具,你只需要一個頭 這三個部分,不同一個櫃子 其實需要講話這樣子 就拆下來 那要注意的是,這邊有很多小禮店 有一個鎮店 還有兩塊店店,跟一個櫃子 小心不要弄丟 然後接下來拆上面的全部,來 拆法跟剛剛一模一樣,只要轉一轉,要下來 然後呢,輪胎上面,兩側有兩片小小的點片 就是一個 不要弄丟,這個對輪胎來說很重要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 那你會發現B型架兩邊有兩盒小小的,一模模模模 在這裡 那把它倒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 我們現在換一個新的B型架 新的B型架 原則上裡面會有一個小小的黃色 這才是正常的 那裝法就是剛剛是一模一樣 就是你要套裝 首先第一個是鮮法 你用羅帽放進去 然後 鎮輪胎 後鎖進去 那注意 鎮輪胎的時候,不要鎮太子 基本上這個不要晃動就可以了 鎮太子會傷害到裡面的鬥身 那另外一隻也是這樣 放進去 然後在這裡面 反裝 然後輪胎呢 鬆緊度大概就是 可以看到它會正常直轉 可是卻不會 再放動就可以了 然後這就是 輪胎加B型架 接下來我們要把B型架裝 回原來的地方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根樹 然後呢 要這樣 放回去 就可以了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說 如果你想要 保養這個B型架的內側 光蟲變的話 你可以醬油 這種就是燈霧式的黃油可以 或者是一般的潤滑油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潤滑油 這兩個潤滑油都不能用在頭上 它只能用在B型架的黃油 它只能用在B型架的黃油 破法非常簡單 你就噴一點點油進去 然後 裹上去 接下來呢 就跟它上去一樣 變貼 頭層 變貼 避震 放回去以後 最後就把它鎖 那 鎖在這個避震的時候 這個避震的鬆解是很可惡 很主觀 如果你喜歡鎖極 你喜歡硬一點就把它鎖 你喜歡它軟一點就把它鎖 你喜歡它軟一點就把它鎖 鬆一點 是這樣 當中完成你會看到 B型架應該會怎麼樣 很坦 這代表你B型架成功 謝謝 了 CHA-CHA-CHA